第八百五十四章 遭遇埋伏 叶熙文的身影迅速在半空中掠过 激起一片海浪水花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叶熙文的速度惊人 他的高度不高也不低 太低容易遭到海中妖兽的伏击 太高容易被天空中的妖兽伏击 在这个到处都是妖兽的地方 大约也就只有这样的距离 还稍微安全一些了 就算是在真武界之中 海域依然是最难涉足的一个地方 在真武学府还是最鼎盛时期的时候 要征伐这些地方 依然是非常吃力 更何况是在这荒谷大陆之中 这无尽的海域 更加的恐怖 新闲的海风迎面冲来 夹杂着几分血腥的味道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来 叶熙文的衣服也被吹得烈烈作响 他的身体几乎要化成一团光束一般 在这漫无边际的海域之上 他只要小心避开那些暴风雨的区域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一览无余 叶熙文 现在你只要在巩固一段时间的修为 就可以朝着超脱镜冲击了 叶末道 叶熙文点点头 他终于有些明白 在荒谷大陆之中 那些五百岁以下的超脱镜高手是怎么来的了 在真武界的时候 他的年纪绝对算得上是非常年轻的了 就算是黄无极 跨入超脱镜的时候也已经是一千多岁了 而他现在才不过是一百多岁 连两百岁都不到 在真武界绝对是震惊天下 但是在这荒谷大陆之中 却显得很平常了 王梦渝也仅仅是一百多岁而已 而且比他的年纪都还要小一些 原先他看的是叹为官职 但是现在却觉得没什么了 再正常不过了 再来到了荒谷大陆的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的修为就能连坐突破 虽然这其中是有星辰巨瘦血肉 还有血脉的关系 但是最重要的也还是这天地环境 比起以前要宽松的多了 就好像是一直生活在木星的人 突然跑去月球 一下子成了超人的感觉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在荒谷大陆肯定会有大批大批的年轻高手 想到这些叶西文都有些热血沸腾的感觉 当初不就是因为觉得在真武界之中已经所向无敌而决定来到荒谷大陆的吗 他手上有一张海图 也是王家珍藏多年的海图 在附近的一些海域都有明确的标注 让叶西文不会在这片海域之中迷路 虽然他能以原神探路 他的原神探查的范围也不小 但是相对于这茫茫无边的海域 还是根本犹如是瞎子一般 叶西文 有一头妖兽一直在跟着你 叶末突然出声提醒到 叶西文立刻探出神石一看 果然在后方不到一百里的地方 居然有一头鳄鱼妖兽不断的跟着他的方向前进 却见是一头通体有黑的长达数十丈的鳄鱼妖兽 黑色的鳞片在海水之中泛着悠悠的光芒 锋利的爪牙和冷冷咬住的两额 无一不是宣示着这是一头可怕的捕猎能手 叶西文冷笑一声 这么一头超脱镜的妖兽 竟然敢跟上他 叶西文 这不像是一头野生的妖兽 你看他跟在你身后一百里的地方 也不靠近 也不远离 就只是死死的盯着你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看 他可能是有主的 而那个主人盯上了你了 叶末说道 叶西文微微一惊 心中顿时盘开了 来到了荒谷大陆之后 他得罪的人不多 北山族长他们都远在荒谷大陆 不可能在这里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乌家的人 难怪他们对于自己的离开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原先他还以为他们是被王家看住了 现在看起来也不尽然啊 不过他不在乎 就算是乌南杰亲自出手 他也能全身而退 正打算展开恶魔之意 加速甩掉那一头鳄鱼妖兽的时候 莫得 他的原神探查的范围之中 一行人直接冲了进来 为首的义人 居然不是人类 而是海族 虽然长着人形 但是那脸上的鳞片和犹如爪子一般的双手 却还是暴露了他的身份 虽然早就知道海族的存在 但是真正看到海族 还是让叶西文为之大惊恶 这些海族才是这片海域真正的主宰者 人类最多只能说是在海岛上面 有支配能力罢了 一旦进入了海底下 就成了他们天下 对于这些海族 没有人会小看 在这海族的身边 跟着另外四个 同样是海族的高手 在这四人之后 则是两个叶西文的熟人 贾青和乌尘海 叶西文瞇了瞇眼睛 果然是老熟人啊 嘿嘿 叶西文 没想到他们还挺热情的 打算送你最后一程啊 叶末嘿嘿一笑说道 最后一程 那我就送他们最后一程吧 叶西文淡淡一笑 原本打算加速甩掉这些人 现在却没有了这样的想法 一种全新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之中冒了出来 他的双眸之中 犹如有宇宙在其中生灭 那种星辰的特有的光芒在闪烁 偶尔有一缕杀意在其中闪过 果然 在叶西文停下来之后没有多久 那几个海族的高手和贾青以及乌尘海很快就赶到了 一股股强横的超脱镜的气息隔得老远都能感觉到 当他们看到叶西文的时候 这些气势都是铺天盖地的朝着叶西文席卷而来 叶西文 哈哈哈哈 你没想到吧 看到叶西文 吴尘海登师得意的大笑了起来 你所给我的耻辱 我一定会百倍千倍的还回来 让你生不如死 吴尘海大笑过后 整个脸色都阴沉了下来 似乎是因为想到了叶西文给他造成的耻辱 他从来没有一次像这般耻辱过 若不能将叶西文斩杀 难消心头之恨 生不如死 叶西文淡淡地一笑 哈哈哈哈 贤侄 没关系 等一下等叔叔把他抓起来之后 那你就想怎么炮制就怎么炮制 那个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哈哈大笑一声 咧嘴笑笑 看向叶西文的眼神中 满是暴虐的神情 似乎是吃定了 能将叶西文干掉一般 嘿嘿 小子 本大爷乃是绝影独恶族的恶向天 死了以后 可不要报错了名字啊 那海族高手恶向天哈哈大笑一声道 叔叔和这个小子多说什么 反正死人知道再多的事情又如何 难道还真的有地府 有轮回不成 哈哈哈哈 吴尘海哈哈大笑 似乎是已经能够看得到叶西文的死期 反倒是开怀大笑起来 说的是 说的是 一个死人而已 恶向天冷笑一声 脚下的海浪猛然分了开来 一头巨大的妖兽出现在了众人的脚下 正是刚才那紧紧追踪着叶西文的鳄鱼妖兽 大加上 恶向天一声令下 顿时手下的那四个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朝着叶西文横冲了过来 恐怖的宛如妖兽一般的气息 完全席卷了出来 这四个居然是超脱镜二重天巅峰的高手 只是差一点点就能跨入超脱镜三重天 比起贾青都要强横的多了 这是真正的老牌的超脱镜二重天的高手 轰 这四个海族高手瞬间扑杀了上来 他们虽然身躯庞大 但是动作却是一点都不满 几乎是一瞬间就扑杀了上来 叶西文冷笑一声 他出手了 咻 一抹金色的光芒自他的手上绽放出来 以一种难以言明的速度 瞬间直奔那一个跑得最快的海族高手的喉咙而去 扑斥 叶西文手中的金光几乎是毫无障碍的刺入了他的喉咙之中 绽放出一朵灿烂的血花 伴随着这一朵血花的绽放 他身上所有的生机也似乎在一瞬间被这一朵血花给夺去 一瞬间变得冰冷了起来 扑通 那一个海族高手直接从半空中坠落了下来 直接跌进了海中 什么 另外一个海族高手 几乎是刹内奸就要冲到了叶西文的面前 他眼睁睁的看着那个同伴在叶西文的手上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但是他们都已经赶过来了 这个时候似乎想退都来不及了 他几乎是一瞬间 他爆了空气 一瞬间身形猛然朝后面掠去 要避开叶西文 想走 还走得了吗 叶西文清冷的声音瞬间传了过来 紧接着又是一抹金色的光芒划破长空 又是一朵血花在虚空中绽放 虽然他已经小心翼翼了 但是他的速度怎么比得上叶西文 几乎是片刻间就追上了这个海族高手 扑通 一声 那个高手的身体迅速变冷 断绝了全部的生机 直接从天空中掉落了下来 住手 那恶向天几乎是争目欲裂 双目之中都要滴出血泪了 这四个手下 都是多年跟着他征战的好兄弟 死伤任何一个都要让他心痛 何况是一口气在叶西文的手下 陨落了整整两个 这种感觉简直心疼的 好像要被撕裂了一般 叶西文冷笑一声 他怎么可能因为恶向天的话而停下来 这些人都是来杀他的 就是要一个不留 他脚尖猛点 手中又是一抹金光闪烁而起 身形骤然朝着两个剩下的海族 猛扑过去